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届杭州亚运会 我们参赛名单当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邱秀平 邹家琪以极具统治力的优势 就是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精彩 就50次那天吧 那天中午烧的39度4 我都不知道我烧成啥样 我说两个眼睛跟他冒热 坚持这个很容易 但是放心这个很难 无论是队友还是对手 这只是站在赛场上的一种身份而已 我们俩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冠军 所以就是这种心心相细的感觉 我就觉得他都能坚持 那我为什么不能坚持 一直想着大哥讲的 神国旗做过歌 做了 干就完了 干就完了 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 每个年轻段有不同的优势 越老越腰 如果说我因为一个低谷 就放弃了 我就亏议了 那我可能会觉得 但是一辈子有遗憾 那是一辈子有遗憾 那是一辈子的竞争 我说是一辈子的竞争 我说是一辈子的竞争 你不能失去 是一辈子的竞争 必须拿好的成绩 给别人看中国香港的球队 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拿很好的成绩 师傅你应该看到 你的图案都这么厉害 我的师傅 他肯定看见了 我跟他有决定 好